好 再来看到是台电为了要固定电线杆呢 擅自的在民众住家阳台上钉钢钉 结果导致这民众三楼阳台严重军裂 二楼还每逢下雨就漏水 让屋主都气坏了 这太离谱了吧 他没有经过你同意吗 没有 钢索直直打进三楼阳台 阳台外观裂了个大缝 住户詹先生投诉 台电为了固定电线杆 趁他不在家时在墙面上偷钉钢钉 导致阳台军裂 底下父亲房间还因此漏水 造成啊 他二楼啊 这个连着窗户旁边都会漏水啊 所以啊 现在啊 这个损失啊 到底要算谁的 实际到住户阳台一看 不止阳台外部有裂缝 内侧也已严重破损 那台风一来啊 接连来个几个台风啊 那是不是就要把我家的房子拉到垮掉了 这样便宜形式 台电没经过屋主同意 就擅自把固定电线杆的钢索 定在住库的阳台外墙 几年下来 阳台已出现军裂 二楼也每逢下雨就漏水 严重影响屋主一家生活 后续的赔偿处理 还有待台电出面解释 中文新闻 黄主华 台湾员综合报道 中文新闻 他有了 二楼 谢谢大家